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文杰 首先来看到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 推动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第三场次 今天上午在瑞穗瑞美风雨操场热烈展开 而为了要提振振后的产业观光 除了打卡免费赠送50元的优惠券 这次也新增推出百元加倍券 吸引了许多乡亲民众踊跃兑兑换 台上客家歌手唱着客语流行歌曲 台下乡亲民众也跟着唱歌 另外充满丽与美的圆明舞蹈团 也让纵谷客运季飘出了浓浓圆明风 现场族群共融,气氛热烈 花莲纵谷客运季锐睡场 热烈的还不仅止于此 除了是打卡免费赠送50元优惠券 第一次杰克推出加倍券 在工作人员协足之下 也在现场出现了兑换人笼 人气买气也跟着上扬 不会用怎么办 就叫小姐帮我用 那觉得她们自己来拿 这个活动很好 卖的怎么样 今天卖的怎么样 还可以 能够的来换加倍券的就是 现在部客家事务处推动 花莲客家传统生活文化 结合了县内客家庄社区文化特色产业 推办花莲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 第三场次选择在今天来到瑞水乡 地方各机关首长代表 以及乡亲民众热情参与 尤其首度推出百元加倍券活动 更是强强棍 2020的中国科医机的部分 总共有六个厂制 那今天是第三场最最长的部分 那也是我们首次采加倍券的方式 让乡亲能够来享受 我们最税的特产来购买 把我们的100块放大成200块 那今天效果非常非常好 花莲纵谷客运季总共有六个厂制 瑞水乡为第三场 也因着新增的加倍券好康活动 使得人气买气爆棚 接下来分别会在凤林 寿风以及节安的三个厂制 部署长詹一良开巡宣布 除了原有的客家歌舞客家歌手的演出 加倍券的兑换活动也不会少 借此来提振花莲客家文化观光的产业 记得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